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司新闻遗体中心PNN 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这条库我们联合制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跟大家谈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的一些比较复杂制度性的一些问题 当然如果关心我们节目的朋友 或是关心PN关心公布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前一阵子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 在做有关牢基法的相关的报道 那牢基法最后还是按照民进党的主张版本通过 不过这个通过的这个时候 其实也引起了很多的这种不满跟抗议 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公时排班跟过劳相关的正义 但是当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就提到说 这样的一种修法会造成这个过劳的问题更严重 然后这个加班的时间会变得更长 可是经常会有一种声音反对说 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在这个岛基法通过的没多久 这个基隆客运的这个无姓失息 其实就会发现猝死在这个厕所当中 而他在那个月当中他只有三天的休息时间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长工时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吗 还是这个极端案例其实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汽车货运仓储 产业工会的总干事王浩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王浩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想先提到王浩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客运 金融客运失机的这个例子 在过去我们也常常最近这年看到类似的状况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趋向 可是当反对的或是劳团或是很多的青年朋友说 这劳基法修法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过劳的问题 那但是有人说这不要拿那个极端案例来讲 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还是其实已经 也许它是一个极端案例 但是它其实越来越普遍的呢 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民进党政府 第一年上任的时候 它提出了一粒一休我是希望说可以把单周公时降到40小时 对但是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劳基法修法 它很明确的就是有违反它先前的承诺 那我们去年看到这么多客运的过劳的案件 几乎是一个月一起 一会儿是台南俯城客运 一个月一起 几乎是每个月你都可以从新闻上面看到 那一会儿是可能台南的俯城客运 一会儿是桃园客运司机 那在这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实际的了解就是这些客运司机的长公时状况 其实都是一个卫报单 卫报单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他们每个月的月颁表 如果你实际去看这些过劳已经很不幸发生过劳时的司机的颁表 或者是说你去看他们现在线上司机的工作情况 他们也一个月大概月休都是只有两天四天这样子的情况 那原本一粒一休就赋予大家一个赋予老公一个 至少一天可以休息嘛 对就是一个礼拜一定可以休息一天 那休息日你就算就是要出来也是要给休息日的加班费 可是现在劳基法修改的过程里面变成是说 他把这样子的公时 就是一个礼拜一定休一天的这个公时 让资方可以通过劳资会议去通过 那在我们实际看到很多案例里面 就是劳资会议其实他 就是劳方也不可能在里面可以有任何的声音 因为劳资会议的代表 劳动部也没有实际去查到底是不是选举产生的 然后劳资会议的代表 劳动部也不会去限制说他到底是现场人员 还是内勤人员 或者甚至是主管人员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其实 他的劳方代表根本就是一些主管 就是客长或者是领班 或甚至调度这些本身 他就不是第一线工作人员 那这些人他代表劳资会议 就没有办法 他的角色身份也比较曖昧尴尬一点 对他就变成没有办法去捍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本来我们劳资法应该是一个 基本的保障 对基本的保障 就是他是一个下限 底线 他不应该是一个一般劳工有鬼 他应该是一个最低标准 可是我们现在政府在修法过程里面 他拿极端的案例来谈 那好像意思就是说 今天有极端就可以有例外 可是如果劳资法是一个最低的原则的话 那又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开放例外呢 那我想这个是这部法令 他没有办法去对于现在这种客运业 或者是广泛的劳工 就是这种过劳 一例易修没有办法实际修到的情况下一个更糟糕的回头 应该讲说这个劳资法是刚谈到是一个对劳工权益的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他应该要防止刚谈到的这种过劳的极端案例的发生 如果有些产业他必须要有弹性的话 那当然就是在这个最基本的条件之下 我们再去做一些调整 而不是把那个最底线再继续往下 让他去秀下心 甚至在某种状况之下似乎是个劳资法飞掉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我们也要再回话谈到 刚刚谈到很多的新的法令当中 希望能够去经过这个劳资的协商 或者经过工会的同意 待会可以再请你跟我们谈一下 在目前的这些所谓获育业也好 科医业也好 或所谓仓储业也好 他们的工会的组织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或是他们的劳工能够发挥多大的能量 不过回到我们刚刚谈的一个问题就是 好那现在的这种所谓客运司机的 他们的工作时间大概是多长呢 就是他们一天的工作时间多长 那一个礼拜大概有多久 然后他们轮班的状况又是什么 什么会像刚刚之前看到像台铁工会 他们出现的或是很多医护人员 出现花花班的那种情况吗 基本上客运业或是货运业 他们有一个情况是类似 就是他们不太会有深夜的时段出勤 因为大家也不会去大工 客运业也不会吗 例如说有些比较长途的那种 长途的话 长途的话就比较容易有这种 这种跨日的情况发生 那如果说你如果是以短程的来讲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最早班车 大家搭公车都知道 大概就是六点多 六点多跟捷运类似 六点多就开始 那最晚的晚班车 大概是晚上十点 十点 对 那在这过程里面 作为一个公车司机 他公司也会赋予他要保养车辆 所以说我们通常看到 他的出勤的记录 就是说他可能到战手的时间 他打的是他发车出去的时间 可是在他发车之前 半小时或十五分钟不等 他必须要先去做一些 基本的设备维护 所以那个不算公司 就是在很多情况下 雇主会规避 他就不会去强调员工要去打这个 这个你到场之后要打上上班卡 对 那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先前劳动部长林美珠也有谈到 就是说你的准备的时间 他其实应该算是空时 所以说实际上很多 劳检单位去开发 这些客运业者的时候 都会开发到他们超过时 因为那个超时工作 因为我如果五点多就去 那晚上我又要就是十点多 然后才离开 那这样子一整天下来就五点 这样一整天下来 要超过十二小时的几率就会蛮大 可是这种时候我们劳动部 为了要去替这个资方去解套 所以在先前在交通部也不断的 就是抱持这样的心态的底下 就会看到有一个主张是说 如果今天司机在班与班之间 比如说他开车出去一趟回来 班与班之间他休息了 那就应该就会把工作时间扣除掉 那这个部分争议非常的大 因为原因是因为这些司机 其实他班与班之间 如果是见风时段 他几乎是很难休息 因为见风时段平常在市区上下 那个客人上下车就已经要花掉很多时间了 所以他那个班区之间是很紧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说 就算是离风时段 就是所谓一般老检单位会去扣掉这个时间的阶段 他可能是中午的时间 人比较少 10点到下午一两点 可是在这过程里面 司机也没办法好好休息 因为他也不能回家 他回家再来 就是势必上时间上就会有一些赶不上 然后许多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公车业者 他就算提供司机休息站 他的容量也是非常不足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小小间的休息室 然后很多司机如果他的路线是距离这个站点比较远 因为这个公车业者他并没有把休息站的密度给提升 所以说他可能他如果没有回到总站 或者是没有回到固定那几个休息站 他就只能在车上休息 如果以台北市来讲 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公车司机 或者是这些不同路线的公车 他们大概会有几个休息站 这个部分我不是说特别了解 特别有去统计过 但是就我们平常跟司机接触的过程里面 他们都是反映说最后也只能是在车上休息比较多 对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公时时间是比较长 但是刚刚谈到一个非常不合理 就是今天在中间的休息其实也是一个uncode 对不对 是随时要待命 甚至你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休息 包括你回不了家 或者是在那个所谓的环境当中 并不是特别的好的 所以他其实在休息上面 也许对他的身体 他没有办法真正一个好的休息 不过其实在台湾最近这几年也有一些 这种包括DNA化事件的出现 或是相关的一些案件的出现 那看起来政府好像也会特别的去 关注这些司机的一些权益 例如说我们好像也要去在行车记录器上面 其实必须有某种的打卡 那或者是说有某种的所谓公时的记录 那这个东西不能够成为一个劳减的依据吗 或者是不能够成为它是不是真正在劳动的依据吗 其实就恰恰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行车记录 就是我们俗称的大饼 它其实是一张就是会记录这辆车 它每一个时间点 譬如说它是以分钟 或者是以半分钟为单位 它的时数 那就恰恰好就是因为它记录的很详尽 所以交通部或者是说我们的劳减单位 它就会根据这张图 然后认为说当你这个司机时数是零的时候 也就是禁止状态的时候 那它就可能会不视为是公司 但是禁止状态不代表休息 而且它的原因可能也很多 对对禁止状态有可能包含说 它可能车子故障 或者是说可能遇到塞车 或者是说所谓我刚刚讲的就是 它中间有班与班之间有稍微交班的情况 可是通常我们以我先前就是处理这个 郑志明先生台中客运 他后来到杰顺客运这个案例里面 然后简单位甚至很直接了大讲 如果说超过二十几分钟三十分钟的 这样子的禁止实验为底的状况 他们就一定会扣除 所以说当我们协助家属做出一个公时的统计表 我们也是引用那个圆柄 就是所谓行车记录 那个劳减单位也是引用 我们都是同一个来源 可是我们最后看出来 我们对于公时的认定 对数字到底会是多少 照理讲应该是很明确的 就是我们都是依据同一个事实 可是大家的就会变成反而有各自检 他就会认为说你停的时候 那有些地方他就是要把它扣 那这个如果这个案例来看 其实劳减这样的角色 其实它不单是一个所谓的劳减远不足的这个问题 恐怕是如何去认定跟检视 什么叫劳动这件事情 恐怕都会很有问题 所以这就会衍生说 为什么去年林美术部长会讲说 就是这个手握方向才算公时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实务上面 目前政府单位都是请家人认为 车子有在动才是公时 所以对于这种所谓休息待命 这样子实际上他人也在车里面 或甚至他也是要付出精神 劳力的这个过程里面 却不被认定是公时 这就产生非常大的争议 所以如果这个规则是有问题的 那你劳减员按照这个规则来做 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啊 对啊 就会变成说 我们会很容易低估了这个 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结果 譬如说我们可能就在新闻上面看到说 也许有些客运时机 他会被罚就是超时啊过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总是偶尔会被罚 如果只光看新闻 可是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很多这种客运业的悲剧 几乎像刚刚提到就是每个月几乎都会有一起 这样子的事情在全台湾各地的客运都可能发生 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在这个劳减的过程 或者是说我们社会认知这个行业的公时的过程里面 它一定是有偏差 不然如果公时都可以这样子去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他因为过劳也真是这么多不幸的事故 当然我们在看到在公路上面 在这些移动的不单只是一个人 也包括货物 可是这个货物其实也是要有靠的人来运送 那最近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在网路公路上面 或者在电商的这越来越发达 那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企业会去 或者是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网路公司 会长到24小时到 或甚至16小时到12小时到 这么快速的时间他就不去完成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大型的这个所谓的运输 跟流动的一种所谓的劳动的状况 那它的状况会是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来进行叫网号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原载报新闻 长荣航空今年1月起 将台北非旧金山的颁表缩短成三天颁 引发空服员抗议认为住外站的休息时数不足 要求改善 18日下午劳资进行协商 但公司拒绝7位劳工代表以外的成员入内旁厅 也拒绝开放直播场外气氛一度紧绷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长荣分会代表林玉佳表示 台北北京高雄东京等来回航班 在去年一整年已经被通报了68次的超时 空服员经历这样的航班之后 回程交通休息及吃饭时间根本都不够 尽管被点名的颁表资方都称符合规定 但其实都是压缩在访令允许的最低下限 对此说法 长荣航空则透过声明稿对外表示 会设定空服员顶多半年轮值一次台北非旧金山的航班 其余航班则会以增派人力等方式持续与工会交换意见 越南移工阮国飞去年8月遭新竹警察开酒枪致死 家属迄今未获得警方道歉与赔偿 却传出自称代表台湾警方的不明人士 到越南提出300万元和解遭到家属拒绝 阮国飞的父亲阮国彤再度跨海来台 18日在新竹地检署前召开记者会说明此事 并要求台湾政府公布现场影像 厘清案发真相追究责任 律师秋显志转述 检方告知被害人家属 警方密录器并未录下追捕过程 但有录下开枪的过程 确认阮国飞遭警员陈崇文开多枪致死 不过对于阮国彤要求当庭勘验密录器影音 检方表示要再判断是否有勘验必要 家属寻求真相的期待此行空难如愿 阮国彤在记者会中也提到 目前开枪警察陈崇文迄今未向家属道歉 他们难以释怀 此外去年10月间 有自称代表台湾警方的一男一女到越南找他谈和解 最终遭到拒绝 美丽华企业工会布满15名会员 遭美丽华高尔夫球场无预警解雇 19号凌晨4点宣布罢工 前往位于新北市领口的球场正门 拉起罢工纠查线阻挡球场会员入场消费 遭解雇的工会成员表示 他们不只希望退回解雇 也盼望公司能够正视工人长期的低薪及外包问题 也指出球场周深会员证一张就要价930万元 但公司的人事费一年仅需800万元 并不平等 不过非工会员工不满工作受影响 拉起板凳坐在对街等待进场上班 并使用大声工怒斥工会 呼吁在场警方执法 公司也强调没有打压工会 但目前没有打算退回解聘案 并表示罢工已经影响消费者和劳工的权益 在场的新北市劳工局官员则回应 这次的工会罢工纠查线 虽然也阻挡其他员工入内工作 但只要没有造成行为过当的滋扰 都属正常的罢工行事范围 打酒枪身亡的这样一个事件 前两天凯婷她的父亲也特别从越南来到台湾 她其实希望台湾的政府能够针对这个事情来道歉 并且要去公布这个真相 但是让人家很遗憾的是 这个事件已经侦查了五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政府其实还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道歉 当然如果政府觉得他没有错也许他是不用道歉 在这个侦办的速度上面可能让这个家属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都还是这么不清楚的这个状况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它涉及到不只是一个人命 它也涉及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蔡英文政府他强调栏上政策 怎么样去跟不同的国家和好 不同国家的人民 不同国家的这些工人 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或是在劳动的过程上给一个基本 并且是一个比较好的待遇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作为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要跟大家来谈到的就是有关于 司机过劳的这个议题 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邀请的是台湾汽车 货运仓储产业工会的总干事王浩 王浩你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有提到的是 这个所谓的一般的客运业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在这个路上在奔驰的 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个客运业 其实包括很多的货运 货运当然也分成像这个电商 或者是一般的像大龙客运大龙 或者是像这个新竹货运 这个黑猫等等的这样的有不同类型 那这种所谓的也一样是必须在道路上面 帮大家运送非常辛苦的这个劳工 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跟刚刚谈到那些客运 司机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个有一个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说我今天这边有带来一个资料 就是说这是交通部自己做的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汽车货运业 它在历年的薪资平均薪资大约都是 三万六到三万四左右 那这个其实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 感觉还不差 不是它其实是倒数第二差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运输业里面 其实航空客运仓储其实都是比较 薪水大概都是至少在官方版的统计里面都是 四万五万六万这样子 但是在货运业里面是三万多 那这里面最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说我们很多的客运 货运业者他其实已经是违法的惯犯 我举个例子就是像这里我带来几张新资单 这个也是当时我在劳基法修法立法院公听会的时候 所出示的就是像左边这个薪资单有点模糊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的本缝就是我们到一个公司里面 你怎么会看到说这个本缝也就是所谓底薪 它居然只有九百块 只有三千多块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一天吗 就他们说不是不是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他们的底薪是这么低 那甚至是右边这一个 就是说我们看到路上很多机车 因为货运是不只是开三顿半的这个货车司机 还有包含机车 那这些机车司机其实非常多都是领基本公司边缘 那我们在谈说基本公司调长其实对移工是比较有利的时候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机车司机 他一个小时的时薪就是一百三十五块一百四十块 这个非常接近基本公司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这个行业大家的底薪是很低 那底薪很低的过程里面就变成 大家必须要用很长的加班时间 才能够让自己的薪资水准可以到达四万块五万块 这个我们觉得勉勉强强可以两家活 这跟很多过去那种所谓的巴士客运的司机的状况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必须要多跑好几趟 然后因为他底薪低所以他必须要多跑好几趟 他才有办法透过其他的奖金或是方式才去得到 一件比较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薪资待遇 对 那如果客运是以烫来去计算这个概念的话 那货运这边因为他不是载人 所以他就是以货物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货运公司物油公司 他要嘛就是跟司机谈抽成 就是说我今天送一个包裹出去 依照他的价值 比如说抽成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那这样子的结果可想而知每一件就很低 如果说今天我是送一包卫生纸 卫生纸体积这么大 可是你最后只有抽百分之五 那可能那其实就是也没有多少钱 每一件你送出去就是几块 十几块二十几块 这样子非常低 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他 公司可能会订定一些配送奖金的机制 就是譬如说你送一件货出去 那就是固定你就是抽五块钱 那以我所知道以统一速达 就是所谓黑猫宅即便来讲 目前他们的集配奖金 他们收货叫集货 然后把货送出去叫配送 他们的配送奖金出去以每一件才两块四 所以也就是说就是在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货运时机 其实他是在这样的制度底下 他不得不他要去送非常多东西 所以他是按照那个货物的键数 并还是按照他的这个送达的加速 是按照每个公司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是以送货的价值 像家里大人他抽成他就以货的价值 那那个黑猫宅即便呢 他就是以键数 就是说送出去的键数这样子来去计算 那所以说常常就是遇到 像我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从2013年 这个是上报的记者他统计的 就是2013年到2016年 其实我们会看到说 其实这些物流业者零零种种都会罚到 甚至上百万 然后甚至苹果日报 这个是为什么被罚的 这个被罚有很多原因 一种原因是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 就是说一天工作12小时 那怎么样会一天工作12小时 就是一样就是你早上七八点到站所 你开始去理货跌货 跌完货之后你去送 那早期的物流业者他可能不那么重视 就是劳工的权益 所以他会尽可能告诉消费者说 我当天就可以送达 或者是说我八小时就可以送达 甚至还有夜间配送 就是你会看到说晚上七八点还可以送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去年工会的努力底下 所以我们慢慢的让物流业者知道说 这个配送时间如果过晚 你就会衍生出员工很多像过去这样子 就是一天做超过12小时的这样子的问题 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他们会违法的情形 就是像我们底下这边所看到 这个是苹果日报每一年他都会针对 他老基法就是各个地方的政府开法最多的 那像以去年来讲 第六名就是家里大王 第十名是新竹雇佑 那他们违法事项是什么 没有给加班费甚至是没有给利价 这个十大企业不单只是物流业 对全国 所以物流业其实就占了两名 对而且经常你不只是看去年 再往前看前年大前年 前十名里面物流业一定都有在帮上 甚至家里大王在2014年是第一名 所以像他们这样子就是没有给利价 那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在我们过年 如果是端午中秋这种节日 很多物流公司就会说禁止你休假 因为大家开始大量的去网购去计划 因为过年或是中秋节 这个时候的货物通常是比较多的 那业者他其实并没有去思考 我要怎么样去调度人力 他就认为说我跟司机讲好 你过年前大家就辛苦一点 连续上班十几天 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撑过这段时间 那像最近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网购的兴起 所以现在甚至变成有一些不是节日的时候 像去年11月11号光问节 那本来是对岸在红的 可是后来红到台湾来 光是统一述达说就我所了解的 其实平均每一个员工在那一天 就是光问节那一天他其实都要送超过150件以上 因为他们的一天光那一天就要送50几万件 所以其实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这些货运的司机他们是被迫一定要去做正常的公司 不然的话他们就是一方面公司也会告诉你说 我们今天对客人的服务 我们要竞争 我们要做着给别人出色让顾客爱用我们 所以我们要快 所以你说这个虽然他们不是责任制的行业 但是在公司强力的驱动力底下 他们就会尽可能去当天完成他们当天的工作 你刚刚举到的这个所谓的十大违规 违规就违反劳基法这些企业当中 其实这种所谓物流业事实上就占的两名 他们是被罚多少钱 这些罚钱对他们讲是不痛不痒不害怕吗 以我刚刚提到这个例子 像他这位记者他统计的是三年半 那你说三年半被罚了十条 那你这样子平均起来一件大概也才十万块 那这还是累犯 如果说你是一开始初犯 其实劳基法的规定里面只有罚两万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像这些业者他平常每年的营收 都是达到一百亿的情况底下 这种每一次罚个五万十万 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的特殊作用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他违法 他其实也不在乎 那现在劳基法对于这样的一个最高的处罚 也就只有罚钱嘛 对啊就只有罚钱 所以也没有其他的这种所谓的 比较强硬的这种所谓的去警示 或是惩处的这种制度吗 目前是完全没有 然后当我们持续跟主管机关反应的时候 他就会说好那之后我们再来转按老减 就是他的 但是老减 有一个就是老减 对啊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老减的时候老减员不够 或者说那个认定本身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就是那个规则本身有问题 你再怎么减 恐怕都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就是除了主持人提到老减的问题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觉得主管机关 他其实也没有认真的想要去抑制这样的情况 我举你的例子以货运业来讲去年3月份就是劳动部他就公告说他要让他试用8周变形公司 那为什么要试用8周变形公司就是因为非常多的业者跟他反映说我遇到这种旺季 我就是一定要让我的员工他们也很爱加班 业者通常都会这样讲 就是我一定要让我的员工就是可以连续做事几天 那其实这个比劳基法现在修法之前就更糟了 因为变形公司本来就是劳基法里面一个大后门跟责任职一样 然后劳动部接到了之后他按照法律规定他要先预告 要收集各界意见 结果他一场公厅会都没有开 他就在6月开放我们广大的货运业的劳工 就是8万名这样子的市集都适用在变形公司 那适用在变形公司有什么结果 就是他比劳基法还就是去年 就是今年1月通过的这个劳基法 他还更早一步就让这些司机可以连续做12天 而且做12天还不打紧 就也没有加班费 就是他变形公司就是把他的修行弄掉 你的意思是说在这种所谓的纳入到变形公司当中 即使现在的劳基法里面有提到说 你要加班你要干嘛要经过跟工会之间的协商 他都是没有用的吗 就是说没有工会的单位 就是回到我们上一段有提到 就是要进行一个劳资会议 对 可是在我们货运业里面 几乎都没有工会 货运业几乎都没有工会 对你在路上看到的像家里大容 新竹路有这些 你看到的货运公司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工会 所以这也是 但是他们也不担心被惩罚 对 因为没有工会也不会被惩罚 因为说他们被罚钱他也不在意 对对对 然后 然后 便行公司最要命的就是他跟这一次的劳基法一样 就是 你只要没有工会的单位 你就用劳资会议就可以通过 对 所以我们已经听到非常多的公司行号 在去年 当劳动部一开放八周便行 他们就赶快去申请去 去用勞制造智慧的方式去通過 可是這其實會讓很多的消費者 他其實在拿到這個貨物的時候 其實得要想一想 他們真的是非常辛苦 他能拿到這個建樹 能夠得到的這個錢不多 甚至他可能是在賣幣幫我們送貨 那這也許會對我們心理的壓力 或者是覺得他心理上面 也許我們可以有多一點的關懷跟思考 可是我覺得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如果是那個客運業的 這個所謂的超時工作 或者是他的牌班上面出的問題 那個其實不是一個心理的問題 是消費者本身恐怕都會陷入在一個危險當中 如果說以這種大宗服務的這種運輸業 其實都一定是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那即便是像貨運 他可能不是載人的 可是我們也從去年日本 有一個很著名的YouTube 他有播放日本左川體面的送貨員 他後來已經精神壓力大到 他就是把包裹都往地上這樣子摔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其實 我們遇到很多消費者大部分都是對於我們這樣子是很有善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說我們的消費者 可以持續的來去支持有工會 或是支持像我們貨運產業工會這樣 告訴他們的司機說今天如果說你加入了工會 工會保障你的工時保障你的薪資待遇 這樣子的話你送貨的品質也才會維持一定 不然其實我們看到最近幾年爆料公設 常常3、5次也會有一些送貨員又怎麼樣 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我們送貨 我們這些會員他不想要好好的做這一塊 而是當你每天日以繼夜你要送一、兩百件 然後公里數又長 你可能一整天下來要跑個100公里 然後你的貨物又大又小各種不規則的情況 然後你的車子可能又小你常常送一送之後又要回去 或是說你送到家的時候他人又不在 然後你打電話也沒接按門鈴門鈴又壞掉 這種情況底下其實他這個整個工作的壓力是大的 然後當雇主又沒有用充足的人力去讓這個產業維持應有的品質的話 其實這對消費者也是非常難 會長他不會是從消費者講 他絕對不會是一個單純的憐憫可憐 或是哇你好辛苦而是我們要去了解 在這個為我們辛苦工作的這些朋友背後非常複雜的 甚至是非常惡劣的這種所謂的勞動的條件 而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勞動條件的惡劣 其實受到影響的是我們的每一個人 不管是在我們的心理的這種壓力也好 或者是在我們的人身安全也好 他都是必須要去特別關注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非常謝謝王浩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跟你做相關討論 我們下禮拜一分鐘再會 拜拜 謝謝大家 天空的眼淚 洗過了時間 愛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把牢炎壓改了希望